大约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公元前1046年 也就是周五王继位后的第十二年二月的甲子日 在商朝都城郊外的牧野 一场中国上古史上规模空前的会战 拉开了帷幕 作为历史的当事人 交战双方从统帅到士兵 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将给历史留下深远不可磨灭的影响 由于殷商末代君主帝宙数十年的暴虐统治 终于激起天怒人怨 众叛亲离 此时兴起于中原西垂的周部族 由于文王数十年间累行人证 得到天下诸侯的归附 文王去世后 其子武王在江上等贤臣的辅佐下 审时夺势 高举匡正天道的大旗 启动了这场被儒家称为顺天应人的 隔音之命的大战 武王所率领的诸侯联军 以周人的子弟兵为主力 有四万五千名装甲步兵 三千名被称为虎奔的精锐进卫军 在数量上他们居于劣势 而且远到跋涉而来 身心疲惫 然而他们士气高昂 清晨的薄雾散去 阳光洒满了木野的每一个角落 武王坚定地挥动了手中的大乐 会战的鼓声雷响了 根据事先拟定的战术 师尚副率领由精锐勇士组成的 突击队以先锋 猛烈突击地咒军的队列 地咒的军队主要是由奴隶组成 毫无斗志 一击之下战线立刻崩溃 怨恨伤咒的伤军士族 甚至阵前倒戈 调转武器以引导武王 仅仅在一个早上 这个矗立了六百多年 在诗人眼中如同泰山一般 不可动摇的殷商王朝 竟然灰飞烟灭了 诗经大雅大明篇 对这一个早上发生的事 有这样的描述 木野洋洋 弹车黄 四元蓬蓬 为师上父 时为阴阳 两匹武王四伐大商 会招清明 木野之战不仅把一个新的王朝送上了历史舞台 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中华文明史上的新篇章 国家新王存废的规律是什么 要怎么做才能长治久安 历史风云的变幻 敦促人们去思考这些课题 去总结和领悟自己要遵循的道路 理性的时代到来了 历史的突变如此具有戏剧性 它令事件的参与者和旁观者都目瞪口呆 在三千多年前 先民们的历史观远不如现代人身后 殷商作为一个延续了六百多年的王朝 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就像太阳一般永恒 可是这个永恒之国竟然在一个早上就崩溃了 这怎么可能 而且以当时人们信仰的天命观 伤亡是得到上帝受命的统治者 难道天命是可以转移的吗 殷商的崩溃不仅给予因人自己巨大的冲击 也给予作为胜利者的周人 同样巨大的震撼 天命玄鸟降耳升商 在中国历史上 商朝明确地将天命观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从上书收录的周朝初年的文告看 周人都一直自称小邦周 称商朝为大邦音 在灭商以后 周人对殷商仍然抱有敬畏之意 大邦音的崩溃在周人自己看来都是快得不可思议 在周文王兴起的时候 商朝的大臣曾向周王提出警告 周王的回答是 不由天命乎是何能为 我不是有天命吗 他又能怎样呢 在当时人的头脑中 天命仿佛是永恒不移的 最初商汤推翻了夏节 整个过程非常顺利 当时他的体会就是上帝受命给自己 要他来同龄九州 也就是说呢 天命是伤亡权力正当性的来源 而且殷商的政权足足延续了六百年 这个漫长的历史又反过来证明 他确实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这都在当时人们头脑中 不知不觉会形成一种观念 就是天命好像永远都在殷商了 《诗经大雅文王篇》中说 殷之未丧失 克配上帝 殷商在失去民心之前 其先祖的德行 完全可以和上帝的心意相配 可就是这个克配上帝的伟大殷商 竟在一夕之间 被地处边远西垂的小帮州给取代 州人的巨大成功 与其说是一个惊喜 倒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 如果说像天一样 被世人所仰视的伟大殷商 都失去了上帝的眷顾 那我们这个根基很肤浅的州 如何能保有天命呢 商之孙子奇力无异 上帝祭命 侯于周福 侯福于周 天命迷藏 商朝的子孙人数众多 而现在都臣服于我周朝 由此可见 原来天命并不是永恒不变的 天命迷藏这句话 成了刻在周朝建国者心中的一句真言 也是一柄永远悬在他们头上的剑 在大雅大明篇里 周人发出了这个疑问 天位应是始不暇四方 上天明明让昼王当上了君主 却又让他失去天下 这是为什么呢 那么在这个思考的过程里 周人自己给出了答案 就是在漫长的历史中 殷商逐渐变异了信仰的基点了 王室虽然贫于祭祀 却不遵照上帝给予的律法来规范自身 在大雅荡这一篇里头 文王一连对末代殷商提出了七大指振 除了说他们骄傲 不振 糊涂 暴虐之外 就是扭曲地命 文王说 上天没让你们沉溺于喝酒啊 你们却日夜不分的喝到烂醉 不是上帝不善良呀 是殷商你们不遵循旧法跟兴王的典章 在伐商大战胜利后 武王班师回到浩京 他登上滨的土山 遥望着商议 夜晚难以入睡 周公去探望他的兄长 询问说 是何事使您忧心的难以安眠呢 武王感慨地说 上天不接纳殷朝的祭祀 从我还没有出生 到现在不过六十年 奸宁小人在朝 而君子却被放弃 上天放弃了殷人 所以我们今天才能成就王爷 现在殷商灭亡了 而上天对我的眷顾 我还没有完全达到 我还不能确定 自己能否保有天命 又哪有功夫睡觉呢 我未定天保 何侠妹 武王的这句话 反映出了在历史的巨变中 当事人心中 那种彷徨焦虑 又苦苦追寻答案的心情 周人在天命观 也就是神人关系上 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是他明确了 天命弥偿 唯德是否这个观念 上天会选择 能代表他意志的人 但是天命并不是永恒不移的 被选中的人 还必须主动地去修德 才能使天命不离 自己而去 诗经里说 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 如果要长久地保有上天的眷顾 不能只求天 求人 求祖先 还得自求才行 人的祸福 要看人自己的行为 那么具体怎么自求呢 那就有要遵循的规范 有些事应该做 有些事不能做 受天命者为王 而王者要去实践的道路 就是王道 他上关乎天意在人间的实施 下关乎灵明的生计 成为周朝以来 中华文明的政治伦理中 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王道一词最早出于上书红饭篇 无篇无党 王道荡荡 无党无偏 王道平平 无反无策 王道正直 那王者所遵循的大道啊 是公正坦荡 仁爱无私 王道的根本原则 在于以道德力量感化他人 使对方从内心服从 而不是凭借武力 使对方屈服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在已经被发现和解读的 商代甲骨文 补词中 最常见的内容 是伤亡就各类具体事物 询问神意 伤亡几乎是 每事必补 无事不问 占卜内容 包括是否应该进行战争 能否得胜 雨水和农业收成如何 王后何时生产 婴儿是男是女 无所不包 然而 在儒家经典中 最多谈论的 修道守得一类的内容 在甲骨文中 似乎没有出现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在诗经里头 德字一共出现了72次 道字出现29次 道字在甲骨文里面 根本就没有 德字则非常简单 在甲骨文里面 它是双人旁 代表它会在人与人之间 对应起作用 那一只大大的眼睛在中间 上头一条笔直的线 这表示他的慧眼 看着上天 在接收上天的讯息 所以许顺的书文解字 把德字解释为深 就是说呢 德是一个人生命层次 能向上提高的关键 那德字呢 发展到经文的时候 才加上了一个心在下头 眼睛上方也多了一个横杠 好像在阻碍一样 这其实表示说 人已经不纯净了 没法再像上古时 那样直接的感受到天意 所以要用一个心来思考 那道与德的谈论呢 在甲骨文里面很缺乏 这可能因为早期的人 他是很淳朴单一的 并没有太多放纵 或失德的行为出现 所以也没有发展出 很明确的守道或修德的概念 但是经过商朝末年和商周之际的巨变 守道和修德的观念就非常明确了 公元前140年 西汉建元元年 一代英主汉武帝即位 初登大魏的年轻皇帝 愁愁满志 照令各地举见 贤良方正之人 已被朝廷录用 这一年 一位衣衫破旧 其貌不扬的儒生 走进了魏阳宫的大殿 对于汉武帝提出的 什么才是上参尧顺 下配三王的治国大道的问题 他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出发 阐述了王者之道 武帝三次征问 他连上对策三篇作答 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 这个儒生的名字叫董仲书 董仲书对王有一个独特的解释 以一贯三者为王 王字的三横分别代表 天地人三才 中间的一数是道或有道之人 他将天地人三者结合为一个整体 完成这一使命的人就是王 对这一个字的解释 就将王的使命和责任 王道的内涵包括其中了 董仲书对这个王的解释 他是从儒家思想出发 同时也是承传了周王朝以来的 那个王道思想 那现在的国家政治领袖 就是要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 使人民过上一个富足的生活 但是那个时候的王 他是一个人的代表 不仅是要治理这个国家 同时要带领这个人民 过上一种符合于这个天地 这个规律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诗经大雅荡篇》中说 阴见不远 在夏后之事 夏朝的灭亡是商朝子孙的镜子 而阴商的灭亡 又是周人的前车之鉴 他近在眼前 时代的巨变开启了周人的历史理性 教会了他们从前辈那里吸取教训 在许多场合 周朝建国的先驱们 表达了不敬上天 是殷商最终失去上帝的眷顾 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 敬天和保民 是天子的两项主要责任 关于那个敬天保民 这样一个思想 向来这个君王的责任 是有养民跟教育 这两层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作为一个君王来讲 他不仅是要使老百姓 过上一个非常好的生活 使他的生命有所保障 同时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思 是什么呢 就是他要带领老百姓 能够走上一个道德的规范 也就是说 不至于是这个人民 他的道德下滑 以至于遭到老天爷的抛弃 周天子作为天下之共主 明确担当起了既要管理社会 又要引导社会风气的责任 这种角色奠定了 其后三千余年 中国君主政治的基本格局 但是天子身居九重 一般人难有机会见到 古代又没有广播 电视等传媒 他如何做 才能使得王道深入人心 从而影响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呢 礼祭中庸篇里 记载着孔子这样一段话 举行交际的典礼 是为了侍奉上帝 举行宗庙的祭祀 是为了侍奉祖先 明白了各种 大祭小祭的意义 治理国家 大概就像 看手掌上的东西 那么容易了吧 所谓交际 是古人祭祀天地日月的典礼 表达对上天的尊宠和敬仰 祈求上天赐予平安和福祉 宗庙的祭祀 是表达对祖先的尊敬与追思 祈求祖先在天之灵 给后人以庇护 祭祀是一种 程序和分工 都很复杂的社会活动 祭祀活动中有不同的职位 需要不同才能和声望的人来担任 祭祀进行过程中 要向神或祖先 报告朝廷或家族的所作所为 有哪些成绩 区分人的功过 在祝拜的时候 参与祭祀的人 要按照身份等级排列次序 祭祀进行的过程 还要演奏庄严肃穆的音乐 营造虔诚庄重的氛围 以达到与神灵和祖先英灵的沟通 祭祀活动将天 地 神灵 祖先与现实中的人 整合于一个情景之中 以修身治国之道贯穿始终 以一贯三的王道理念 最具体形象化的展现 无疑就是各种祭祀活动 在《诗经》的三百余首诗篇中 直接应于祭祀的诗歌就有三十四首 与祭祀有关的则更多 有来雍雍 智子素素 向为辟宫 天子慕慕 客人合跃心舒畅 严肃恭敬到庙堂 诸侯公卿来祝祭 天子仪荣好端庄 在这个祥和庄严的神性之场中 不管是参与祭礼的人 还是观礼的人 虔诚肃穆的情感都会油然而生 今天 法祖 修道 守得的理念 就会在悠扬的中庆之声 优美的歌詠声中 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 在古代的时候 由于通讯不方便 而且交通也不方便 那么作为一个君王 怎么样子治理 很辽阔土地上面的这些人民呢 他是靠礼仪来规范 那么这个礼仪 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形象化的 一种制度 比如说通过服装和它的装饰品 那诗歌也是非常的优雅 礼仪三百 卫仪三千 那么这些东西呢 有很强的感染力 来使那一些人民来效仿它 那么使一些落后的地区呢 仰慕这样一个文明 成为了新月城府的归顺 天子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垂饭天下做出示范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事务 当时是很少的 周天子能够直接管理的区域 也是很有限的 所以他的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示范和教化 周天子处理家族关系 他的日常生活起居 婚丧嫁娶都是在做示范 当然各类祭祀活动就更是 甚至连打猎 饷宴这些事都具有示范意义 所以诗经的小雅 以录名篇开始 他就是天子在宴请宾客和群臣的时候 所歌用的诗篇 商周之计 是历史的车辙走向转辙之时 在时代巨变中 周人经过几代人艰难的摸索 揣测着天意的轨迹 思索着王者的道路 从文王寿命到武王客商 周人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可是成功却是更艰难的道路的起点 获得上天的垂青很艰难 要保持天命更为艰难 把时钟拨回到武王伐咒 战胜成功的那一刻 武王所困惑的 也正是天下人都困惑的 既然天命可以从殷商转移到周 那又如何保证周人可以保有他呢 殷商的先王们 以天命不移的信念 凝聚了天下人的忠诚 而在历史的此时 周朝的建国者们 显然已经不能再重复同样的话 那他们要依靠什么呢 武王素稀忧叹 烈不能寐的结果是 周朝的建国者们 对历史提出的难题 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他们兴建了洛义 使得四方向天子朝贡的路程 比较平均 加强了天子与各地的直接联系 他们开创了封建制 将王室子孙和功臣 分封为诸侯 代理天子管理四方 巩固了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 而这整个社会大厦的支柱 就是一套贯穿于社会各个领域的理智 对理的恪守就体现了统治者的德行 理与德 基本上是一个互相印证的关系 如果说天子完全遵守了理 那就证明他是有德的 在诗经里面描述圣王的时候 很喜欢强调一个文字 并且把它跟德配合在一起使用 这个文呢 其实就是外在的修士 也就是理 比如斯文篇里面称赞后继说 斯文后继克佩比天 江汉篇又说 使其文德恰此四国 一个恪守理的人 他就是有德的人 他就能得到上天的垂青 就会得到天命 那么他的王权就能得到尊敬和肯定 殷商崩溃以后 如何建立起一个常治久安的秩序呢 如何能让人们长久地认同呢 这就是周人给出的答案 周朝的建国者所给出的答案 这条王者之道 被儒家称为圣人新传的道统 他以修身 养德为根本 以礼为外在表现 以家庭为实践 这一理念的基本单位 进而推广到异国 以至于全天下 最终引领全社会的人心 走向升华 至于至善 用礼对全社会进行示范 大体来说 两类人有最主要的责任 一是天子的王室 二是诸侯的公室 这些贵族承担着 维系社会道德的责任 所以当时所说的君子 主要也就是指王室和公室的子弟 可是到了春秋时期 李坏岳崩 臣是其君者有之 子是其父者有之 这些贵族不能再承担 维系社会道德的责任了 这时候孔子就对君子 一词含义地做出了重新解释 只要是内心品行高尚的人 就是君子 品行低下的人就是小人 与社会地位无关 如果一个人他内心品行高洁 即便他是贩夫走卒 他也是君子 一个人如果品行卑巫卧 他就算是贵为公侯 他也是小人 这一点是被孔子给扭转过来了 这是后来中国文化史上 风气的又一大转变 王道的根本在于 时时刻刻保持警醒和精进 固守道德的原则而不松懈 然而在时间的长河中 要是这条道路顺畅地延伸下去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最大的挑战是教育 由于时空等具体因素的变化 后人的心态和父辈不会一样 在父辈那里再惊心动魄 刻骨铭心的体验 在后人那里看来也会是稀松平常 在父辈那里再不容质疑的事实 在后人也会去怀疑他 视其为神话传说 所以如何把我们从祖先那里 所领受到的东西 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代 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容推卸的天职 同时也是每一代人最大的挑战 对于这一个最大的挑战 周人有深测的体会 诗经道出了这一语重心长的叮嘱 千路百福 子孙千亿 目目惶惶 宜君宜亡 不谦不忘 率游旧张 那年轻的君王啊 祝愿您能子孙昌盛 福禄绵长 更盼望您不要犯错迷狂 凡事遵循祖先的典章 在周人的心中 上天的垂青 祖先的看护 这两者缺一不可 都是周朝的国运得以延续的条件 因此 祭祖就成了周人生活中 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祭祖之时 要割用祖先的功绩 追思祖先的遗志 每一次祭祖 也就是一次生动的教育 在后世儒家对孝的解释中 把继承父辈之志向 光大父辈之事业 作为孝的最高境界 并因此称赞武王 完成了文王开启的王业 乃是大孝的体现 王道的理念 就是在祭祖的庄重气氛中 在耳濡目染中 一代代传承着 周人面对的问题 也是任何时代人面对的问题 尽管现代人相对于道德传承 更强调政治制度上的分权制衡 可是 民主思想的启蒙奸区们 同样强调 政治伦理与公民道德 永远是民主社会的基石 是想一个人心普遍沦丧的社会 制度上的制衡 就能杜绝丑恶吗 如何延续传统 塑造下一代人的心灵 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周人建国的先驱们 经历了怎样的苦难 经过了怎样的试炼和心路立场 拥有怎样的升华和顿悟 让我们走进周朝建国者的内心世界 体会他们的迷茫和感悟 敬请关注诗经解码之王道维坚 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